就是这个惊险的场面 今天是清明节 国道车流量相当的大 而国道三号呢也不例外 北上路段18公里处 下午3点15分左右 还惊传了一起火烧车的意外 我们特别透过画面看到的是 这个呢还险些危及了交通安全 原来是一辆大货车呢 突然窜出了火苗 加上经止易燃的关系 火势相当惊人 索性驾驶紧急停靠路间 并且迅速扑灭了火势 才没有酿成更大意外 这就是透过UDN TV的独家镜头 直击惊险一瞬间 火势烧的猛烈 浓烟不断冒出 满满一卡车的金纸 就让在隧道出口 国道三号往北18公里处 烧了起来 吓得司机赶紧开车 冲出隧道停在路边 民众有按喇叭 我知道啊 当机立断就赶快 赶快先把它开出来 因为如果在里面 烂烧的话 那个会比较危险 灯出水柱迅速扑灭火势 这火来的汹汹 让路过车辆也不敢大意 消防队员还仔细翻开金纸余镜 就怕还有火光再次死灰覆栏 金纸的这个车辆啊 汽车卡车火警啊 那我们消防局出动了 七台消防车 一台救护车 以及警消二十人来前往抢救 那派遣的时间 大约是在15点15分左右 金纸燃烧的灰烬 跟着风势卷起漫天尘埃 原来这大货车 在下午两点多 从福德公墓出发 准备前往文化如集中燃烧 所以没想到民众拜拜时 落下的零星火花 附在金纸上一个路途的闷哨 在3点15分左右串出火苗 就这样在卡车上烧了起来 香没有熄灭 然后在那个金银子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 然后这里面就闷烧起来了 而这起意外发生在交通干道 让北上车流速度被迫减缓 但幸好这起火烧车意外 只是虚惊一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有点TV李特征轩 新北市报道